黑衣男衝入急診室 竟扔下男童屍體 手指砸爛 亂插釘子 鼻梁斷裂 無完膚 殘虐毒犯 施暴21天 移送遭群眾圍毆 吸毒母 企鵝狂懷孕 咕咕含淚 醋而泉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灌毒拔甲 虐殺王浩案 晚間10點多 畫面上證明黑色衣服的 29歲周姓男子 手裡抱著才5歲的男童 進入急診室 只見他慌慌張張 手裡還不停講著手機 然而下一步竟然就把小孩 放在櫃台後快不離開 我之前聽到一個護士說 是毆打是毆打 一定是毆打 男生然後戴個眼鏡瘦瘦 然後身上帶有刺青 當時刺青男告訴保全 他要到醫院外打電話 沒想到就再也沒回來了 他有手指甲被拔掉 然後腳目指的指甲被拔掉 他的頭顱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瘀青 這個很明顯就是 就是拿著他的頭 然後去撞牆壁 究竟是誰對孩子下這麼重的手 是這名戴眼鏡的男子嗎 警方從監視器追人 找到了這處快荒廢的眷村 三合院裡面發現到地上有指甲 然後跟他的指甲脫落的那個 大小是一樣的 你知道你的小孩子死掉了嗎 他沒那麼脫死了 那你有什麼話想對你小孩子說的 你要跟他說對不起嗎 你有什麼話要跟他說的 你會覺得很後悔 把小孩子送到那裡去 男童被虐慘死 生母不斷啜泣 連一句道歉也說不出口 因為他看到新聞才知道 三歲兒子被打死 還棄至醫院 凌晨十二點半 恰恰到醫院要看兒子遺體一面 當場被圓警逮捕 我們跟小孩子撈膠袋 我跟小孩子道歉嗎 那你不要打他 你不要打他 天八字 幹什麼 他在講話啊 他在講話啊 這還是不是我老實的啊 我自己告訴你 你自己有沒有要打他嘛 那你有沒有打他 他自己打他 他還著手咧 他還會打他 他死的 我死的 對好殘酷的是這些兇手 仍且无情的是这几个法官 不注意构成他死亡 我想请问法官 如果这些伤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会不会死亡 他才两岁五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